这期分享穷小子115篇,朋友们,记得帮忙点赞订阅评论哈,嗯,不错,民主程序领会得够深刻,底市长,那我想知道,是你是书记,还是我是书记,要不然这个书记你来做。 石爱国面色阴冷地站起来,将拿在手里的笔记本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请客间,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了,底昆诚还想再说什么时,被在他旁边的楚贺轩拉住了,但是都看得出来,底昆诚的脸红得像是猪肝一样。 会议上爆发的这场争执,丁长生当然不知道,因为他正在陪着谢酒领妇女在市委贵宾市喝茶呢。 石爱国铁青着脸,回到办公室平复了好一阵,才慢慢地缓过神来,而此时,陶成军也敲门进来了。 书记,没事了吧? 陶成军知道石爱国的脾气,所以开玩笑道,哎,这个底昆诚,性子太急了,你看看今天这个场面, 除了把事情搞僵,还能干什么?而且,你等着吧,这件事很快就会在湖州传开,我和他不合的传言,这下算是坐实了。 哎,也不知道这些年安书记是怎么调教的。 石爱国将怨气撒在了安如山身上,但是现在怎么办? 我真是没想到他居然提议表决,看来是有些把握的。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项目怎么办? 我们还真的赶紧拿主意,虽然老百姓对这个项目很敏感,但是我们自己该知道,这么大一笔投资,要是落在湖州,我们可以缓缓气了。 杨省长就算是来视察,我们也能拿出点东西啊。 陶成军一直没有自己的主意,这是他做秘书长的本分,为石爱国马首是瞻。 我再想一想,再等等,对了,你这会没什么事吧? 没事,书记,怎么了? 陪我接待一个人吧,谢氏钢铁的谢九领妇女,好像已经等着了。 石爱国站起来说道,谢家的人,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陶成军也知道,谢九领这个传奇人物,传说是仲家背后的金主,但是因为后来仲华和谢贺阳的婚姻破裂,现在两家的关系怎么样,就没人知道了。 前几天丁长生去了一趟京山,说是去拉投资,我也没想到谢家会来人,而且还是谢家的当家人,不知道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不会是给丁长生一个面子,过来玩玩的吧。 陶成军跟在石爱国身后出了门,丁长生的面子,哈哈,丁长生有那么大的面子吗? 石爱国小生和陶成军说道,看到两位大领导出了门,张和尘赶紧到石爱国的房间里把他的杯子拿上, 又到了陶成军的房间里拿了陶成军的杯子,等待他赶到贵宾室时, 几个人已经开始谈话了。 一看到张和尘端着领导的杯子进来,丁长生赶紧站起来迎上去接过杯子, 分别放到了石爱国和陶成军身边的小茶几上,张和尘没有停留就出去了。 而丁长生就暂时扮演了秘书的角色,端茶倒水很是得体。 谢九龄是一个生意人,要想获得最大的利益,这就要求他不但具有敏锐的嗅觉。 观察力也必须是一流的,当张和尘进来送杯子的时候,他看到丁长生上前接过杯子,根本没有停留,就准确地将杯子放在了两位领导面前。 这个细节让谢九龄看到了丁长生和这两位领导的关系绝不一般,因为那都是个人的杯子。 两位谢总,你们来湖州来玩也不打个招呼,这要不是长生汇报,我这不是错过了和谢总认识的机会吗? 双方落定后,时爱国开玩笑道,哎,时书记,这是可怨不着我呀,这都是丁主任的责任。 哦,这是怎么回事? 时爱国看了一眼丁长生,丁长生也是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其实这些话都是领导间的废话,虽然假接到他人身上,但是最后要说的还是他们自己想说的事,这一点丁长生已经习惯了。 但是做下属的要时刻配合着,而且无论你在忙什么,都要时刻听着领导在谈什么,因为有些话少了一个捧跟的,就成不了一句经典。 丁主任前段时间去了一趟京山,说湖州这边风景很好,邀我来玩玩,我心脏不好,也想换个环境,但是我说,湖州我几年前去过,在街上被人掏了包,所以不敢去了。 小刘说,现在湖州治安很好,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为了验证真假,我这一上午都在市区转悠了。 努,钱包还在,小刘,你说得不错,我信你了。 谢九岭真的掏出钱包,看着丁长生说道, 哈哈哈哈,谢总,你真是太风趣了,以前的时候我们没机会相见。 谢总,这一次在湖州多住几天,我让丁长生好好陪你逛逛。 十爱国界坡下驴,看了丁长生一眼,心想,这小子怎么搞上这个老头子的, 真是男女老少通吃啊。 我是没问题,但是丁主任太忙了,我们今天去开发区时,他就忙得脚不沾地呢。 谢九领一个劲地往丁长生脸上贴金,到最后丁长生都不好意思了。 嗯,呵呵,那个,谢总,我就是再忙也得陪您啊,您是湖州的贵宾, 我要是不陪好您,回头书记也饶不了我,不过,我倒是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既可以陪您玩,也可以不耽误工作。 丁长生眼珠一转说道,哦,还有这法子。 谢九领反问道,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如果丁长生说了那句话,谢九领这话不接上, 那么后面丁长生就是有再多的话,都是白大,这还不简单,您老把钢厂搬到湖州来,不就得了。 丁长生没有绕弯子,直接了当,这彻底打乱了石爱国的谈话节奏。 石爱国听到这话,不由地瞪了丁长生一眼,哪有这么直接的,人家要是不想接这个茶,这不冷场了吗? 这谈话还怎么进行下去?哈哈,你这个小鬼头,我就知道,从你去京山,你就想招法的,想把我骗到湖州来是不是? 谢九领倒是不以为伍,他是生意人,习惯了和官场上那些人尔虞我诈,相互试探,相互利用,但是像丁长生这么直接的,还是头一次。 老爷子,现在湖州开发区虽然寒碜了点,但是你可不要怪我没有给你发财的机会,您要是再晚个十天半个月的,说不定就没这机会了。 丁长生吹牛,那是不打草稿,连一向扮演着乖乖女的谢赫阳都看不下去了。 怎么,你们的企业都进注满了? 谢赫阳问道,虽然声音不高,但是在场的任何人都能听到这话里话外全是戏谑,嗯,暂时还没有,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丁长生显得信心十足的样子,而且这样的自信让石爱国和陶成军都觉得有点脸红。 可是我不认同丁主任的话,我看,没有个三五年,湖州开发区繁荣不起来。 谢赫阳和他老爸一样,也是生意人,既然是生意人,那么获得最大的利益才是根本目的。 所以,即便是真的要在湖州投资,也得拿到最优惠的政策,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的成本。 三五年 谢总,你太悲观了,而且每个湖州人都不会这么悲观,实不相瞒。 就在你们到开发区找我的时候,我正在和磐石投资的人接洽,他们想为一个饮料公司注资,这也算是年后湖州开发区收到的第一笔投资吧。 哦,有多少钱? 谢赫阳知道这个磐石投资,因为丁长生也和他说起过,但是他没有当回事。 毕竟磐石投资是一个国际风投公司,怎么可能认识丁长生这样的小官僚呢? 至少五个亿,这是一期,如果销售的可以,或许会追加,那都是后话了。 丁长生好整以暇地喝了口水,脸上露出些许得色。 但是在石爱国看来,这是一笔了不起的投资,至少湖州今年开了个好投。 他不知道的是,这是丁长生在诈谢氏妇女,想为湖州开发区争取点优势,反正磐石投资这件事没人知道。 更不可能有人去找磐石投资的人去求证。 谢九龄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而此时,谢赫阳也在看她,两人对了一下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讶,难道磐石投资真的会在湖州投资? 如果那样的话,湖州的投资形势之好会被无限夸大,那么在不远的未来,或许真的会像丁长生说的那样,湖州开发区会很快被填满。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不谈工作上的事,谢总,中午一起吃个饭吧,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边吃边谈。 石爱国还真是不知道丁长生什么时候拉来这么大一笔投资,所以也想找个机会问一问。 好啊,恭敬不如从命,那就给石书记添麻烦了。 谢九龄说道,吃饭的地方定在了湖天一色,这是丁长生给张和尘打的招呼, 那里现在虽然没什么风景,但是盛在远离市区,眼界开阔,又是在湖边,没有室内的粉尘尾气,空气好得多。 这次谢九龄来,丁长生一开始就在打环境牌,不但是投资环境,还有就是自然环境。 毕竟谢九龄年纪不小了,再过几年,估计就会完全退下来了,那么离自己的工厂近,又能养老,这样的地方可不好找。 本来石爱国想将丁长生叫到自己车上来,但是还没等他开口呢。 谢赫阳就跟在了丁长生身边,养人嘀嘀咕咕的,到了楼下。 自然是谢赫阳钻进了丁长生的车,这个时候石爱国抿嘴一笑,再叫回来,已经不合适了。 丁长生拉着谢赫阳在前面开道,而谢九龄坐进了石爱国的车,陶承军坐在了副驾上。 谢总,你应该比我大吧? 石爱国问道,我是58年的,石书记呢? 哦,那是我的老大哥了,我比你小了四岁,哎,我们都是劳碌命啊。 石爱国叹息道,是啊,石书记,虽然我是做生意的,亏了,赚了都是自己的,但是你比我辛苦,你这间上挑的可是几百万人的生活啊,担子比我众多了。 都一样,都一样,离开了关于工作的交流,这就是两个老头没事时发发牢骚而已。 陶承军一直都没插话,他还在想着上午常委会上关于PX项目的争执。 陶承军很明白石爱国的意思,既想吃进去,还不想沾上腥骚味。 因为就目前省里的局势来说,不容许胡州再起一点波澜,罗明江已经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对胡州经济停滞不前的不满。 那么,为了顾及前任书记安如山的面子,不大可能换掉抵昆城,所以只能是换掉书记石爱国,这才是石爱国面临的最大困境。 胡州的困境,也就是石爱国的困境,胡州能脱困,也就是石爱国可能暂时缓一缓如临深渊的局势。 丁长生,行啊,在我面前也敢胡说八道,信不信我下车和我爸爸立马就走,既然你喜欢唱读缴戏,我就满足你呗。 谢赫阳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是在炸丁长生。 静静姐,你要是真想满足我呢,就多住几天。 我晚上来找你。 丁长生扭头笑得,要多猥琐,有多猥琐,气得谢赫阳恨不得拿鞋底抽他,但是刚想脱鞋时,想起了在金山矿山上那一幕,一时间,气居然就消了。 磐石投资,真的要在胡州投资。 谢赫阳道,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正在谈,我估计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个项目绝对是稳赚不赔的。 另外这个项目保家多饮料公司也可能参与,因为洛马湖一类水质是最大的卖点。 可以说,正是因为胡州的经济不发达,才给胡州留下这片避水蓝天。 真是不知道,胡州的经济发展起来,会不会给胡州现在的自然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丁长生一副忧国忧民的架势,说的和真的似的,我不信。 谢赫阳岂是那些不通世事的小买卖人,他可是谢氏家族未来的掌门人,所以根本不信丁长生的话。 不说这些烂事了,我一天到晚就是愁这些事。 对了,静静,今晚住哪里,要不要我? 你要是有那个胆子你就来,我明天就会把照片发给仲华,让他看看他信任的下属是如何搞他前老婆的。 谢赫阳狡狭的一笑,说道, 哎,静静姐,你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本来对你的爱恋我就心存愧疚,你不说好好安慰我,还在这伤口上撒盐。 哎,算了,我投降了。 丁长生说着,伸出手抓住了副驾上谢赫阳的手,谢赫阳使劲挣脱了一下,但是哪能挣得脱? 到最后,只能是任凭丁长生在他娇嫩的小手上施虐。 说实话,我爸爸这次来胡州,真的是动心了,所以过来看看,你认为胡州真的有机会? 既然手都被这个可恶的家伙占有了,谢赫阳趁机想套取点有用的信息。 谢姐,胡州的机会不是我说了算,而是你们这些大资本家说了算,我们是政府公务员,是为你们服务的,只要你们需要的,我们尽量提供。 我们会认真对待每一笔到胡州来的投资,为你们的发展保驾护航。 丁长生不上当,依旧是打着官腔说道, 切,鬼才信你呢? 我和你说正经的呢? 金山那边换了领导,一直都在催着我们对矿山尽快进行回填。 但是你也看到了,现在钢铁行业不景气,如果将谢氏钢铁的钱都用到矿山改造上,那么我们是没有钱进行新厂建设的。 老爷子怎么说? 老爷子是有这么个意思,正在想办法到省力活动一下,看看能不能给金山那边施加一下压力,让我们缓一缓。 再说了,如果我们真的要到胡州建厂,势必会引起股价的波动。 我到现在都不敢想象,如果公布了谢氏钢铁异地建厂的消息,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 其实吧,谢姐,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如果动一动,你们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如果不动,只有死路一条,估计股价也会下跌,挡不住的,倒不如重新包装一个公司,独立出来,从事高新技术钢材的研制和生产,或许这才会让股民看到希望。 丁长生斟酌着说道,想到这里,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怎么着才能把宇文灵芝的钱转移到国内来,如果和谢氏钢铁联合,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看看吧,这样大的决定还是要我爸爸来做,我做不了。 谢敬主很明显累了,这让丁长生看着一阵心疼,不禁使劲握住了他的手。 因为高兴,再加上时爱国的热情,所以谢九岭喝大了,本来是想着当日返回惊善的。 但是丁长生不放心,极力要求谢氏妇女在湖州住一晚,而且在湖天一色给他们开好了房间。 谢姐,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晚上我来陪老爷子吃晚饭,我先在回市里处理点事。 安排好之后,丁长生不着痕迹地摸了摸谢敬竹白皙的小手,这一次谢敬竹倒是没有躲避。 你去忙吧,晚上不用过来了,我估计他醒不过来。 那我也得过来啊,不陪他,就不能不陪你啊。 丁长生笑笑转身走了。 果然,丁长生出去的时候,看到时爱国的车还没走,胡海军就站在车门旁等着丁长生呢。 领导没睡吧。 丁长生小声问道,时爱国和陶成军中午都喝了不少酒,但是这些酒对他来说还不成问题。 再说,今天他不是主角,长生,进来坐。 没等胡海军搭话,时爱国在车里叫道,书记,您不休息会吗? 丁长生坐进副驾驶座,扭头看着后座上脸色红扑扑的时爱国和陶成军道。 哎,哪能睡得着呢?你觉得谢家搬到胡州来的几率有多大? 时爱国直起身体,两眼通红地问道,书记,那就看谢家还愿不愿搞钢铁这个行业,如果搞,那么可选择的地方很多。 但是就省内而言,我觉得胡州是最合适的,以前金山有矿山,那是金山的优势,但是现在,金山已经被开发得满目疮疑,金山市政府正在敦促谢氏钢铁将矿山回田绿化。 据说逼得很紧,所以,谢家只能是另谋出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机会。 嗯,这个谢家你要盯紧了,多和谢九岭沟通一下,我觉得这个人很有头脑,做点实际的工作,抓住他的心。 时爱国若有所思地吩咐道,行,书记,我会尽力的。 嗯,最好能尽快确定下来,PX那个项目现在势力真的很厉害,你这边要尽快打开局面,为我减轻点压力。 我知道,书记,我会加快进度的。 哦,还有,那五亿投资怎么回事? 有这回事。 时爱国也表现得很怀疑,因为之前丁长生一直都没有和自己汇报过,这不像是丁长生的处事风格。 对于时爱国,丁长生可不敢像对谢敬竹那样信口开河,只能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简单说了一遍。 不过,这依然得到了时爱国的赞赏,因为时爱国看到了丁长生的努力,至少没有在开发区主任这个位置上得过且过。 送走了时爱国,丁长生驾车也跟着回到了市区,但是没去开发区上班,而是去了宇文灵芝的家里。 现在这娘俩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卖,所有吃得用的,都是有专人送到门口,这是丁长生安排的,反正这俩人在华锦城的城堡里也憋惯了,倒还忍得住。 虽然齐凤竹的案子已经定案,但是那些钱去哪里了,不是临一道一个人在找,还有那些放高利贷的债权人都在找,如果宇文灵芝母女在大街上瞎逛的话,宝不齐就会被遇到,到那个时候就麻烦了。 丁长生从来没有在大白天到这里来过,所以当丁长生敲门时,把正在打二人麻将的齐竹运和宇文灵芝吓了一跳,最后还是宇文灵芝光着脚走到门口面,从猫眼里看到外面是丁长生时,才放了心。 哎哟,吓死我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宇文灵芝拉开门,将丁长生让了进来。 看到是丁长生进来,齐竹运赶紧也到了门口,蹲下来解开了丁长生的鞋带,帮着他换鞋,这似乎成了他和齐竹运的唯一交流了。 但是,这一次丁长生没有坐下,而是站着,宇文灵芝非常贴心地将丁长生的胳膊架到了自己肩膀上,就这么着,丁长生好像是古代老爷回府一样,尽情地享受着丫鬟的伺候。 有点急事想问问你,什么事啊,喝酒了,快过来坐下,我去给你冲蜂蜜水。 宇文灵芝倒是不着急了,因为五年的时间,足以将任何人的脾气都磨平了。 况且,宇文灵芝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是将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丁长生身上。 而且,随着和丁长生交往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发现,这个人或许正是他要找的人。 丁长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而齐竹韵仿佛对他们的谈话丝毫不感兴趣似的。 在帮丁长生换完鞋之后,又把他的鞋重新上游,直到刷得争名瓦量才算完。 而这个时候,宇文灵芝也回到了客厅。 宇文灵芝的眼睛毒得很,一出厨房的门,就看到了丁长生的眼睛一直都在盯着门后面刷鞋的齐竹韵。 心里不禁一探,虽然自己已经跟了这个小坏蛋,但是这家伙还是得寸进尺,现在又把目光盯在了竹韵身上。 可是,为了自己的计划,他不能阻止,甚至还得积极撮合,换作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会这么做。 但是他是宇文灵芝,是宇文家的主心骨,是皇族,所以从小他受到的教育就是目的唯一性。 无论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都可以牺牲。 所以,这才是他这么轻而易举的就尾身于丁长生的原因,因为丁长生对他来说有用,有大用。 别看了,想,就去呗。 宇文灵芝也遇到。 你说的是真的?丁长生今天喝了酒,正处于兴奋点上,最受不得人机,不是真的还能是假的。 反正我们俩都是你碗里的菜了,早加一筷子和晚加一筷子有什么区别吗? 宇文灵芝扬作无奈地说道。 呵呵,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看得出,你是舍不得,刚才呢,说的也是气话。 我这个人最讲原则了,我喜欢顺从的,不喜欢强迫人家做事,尤其是这种事,我等得起。 丁长生接过蜂蜜水,一饮而尽。 算了,别憋着了,得拢望鼠,说的就是你这样的男人,我们家族的女人向来是崇拜强者。 你就是那个强者,如果你能帮我,我以前说的话还算数,我以家族的名义发誓。 宇文灵芝跪在地毯上,举起首要发誓。 好了,好了,我信你,说点急事,是关于你那些钱怎么回来的问题。 丁长生将自己的设想大致和宇文灵芝说了一下,谢氏钢铁是在香港上市的。 相对于国内的证券市场,香港要规范得多,只要是正规的交易,应该是没问题。 问题是,怎么拿到那笔钱收购谢氏钢铁的股份,这样就可以持有大量谢氏钢铁的股票。 间接地等于将钱轻而易举地回到了国内。 这个办法很好,但是问题是,怎么拿到那些钱,谁去外面组建公司,这都是很难操作的事情。 宇文灵芝听了丁长生的计划,也感觉可行,但是取钱必须要齐凤竹配合。 而齐凤竹虽然在青海监狱监禁,很可能已经落到了林家手里。 所以,我们要想个办法取得你老公的信任,不然的话,这笔钱就可能永远拿不到。 而且现在瑞士已经有限度地向一些国家提供储户的信息,我不知道你那笔钱在哪里,是否安全,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 丁长生皱皱眉头说道,我知道,可是现在至少要先见到我老公,我们这些人都不能露面,你也不能去。 一旦让林家盯上,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宇文灵芝脸色苍白,摇摇头说道, 因为双方心里都有事,这种情况下,两人显然都没有什么兴致,所以一个小时后,丁长生就离开了,留下了一脸愁容的一对母女俩。 林一道既然想得到宇文家的钱,那么在宇文灵芝不知去向的情况下,齐凤竹就是唯一的筹码,可是光有齐凤竹,没有宇文灵芝,林一道依然是没有办法拿到钱。 相比较而言,丁长生和林一道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能让宇文灵芝的钱借着这个机会回到国内,那么,不但解决了谢氏钢铁的资金短缺问题,还能掩人耳目的将钱运回国内。 这是何其好的一个方法,可是现在就是因为拿不到齐凤竹的授权而搁浅,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触到齐凤竹,而且又不暴露身份。 唯一的方法就是监狱的服刑人员只有这样,才不会引人注目。 可是,这个服刑人员怎么控制呢?找谁比较靠谱呢? 陈检察长,没打扰你工作吧? 哦,对不起,我什么都没看到。 丁长生连门都没敲,就推门进到了检察长陈东的办公室,但是正好看到办公室主任江天和恒坐在陈东的大腿上,所以他掉了个圈响出去。 靠,你怎么不敲门啊? 陈东差点跳起来,而江天和更是脸羞得通红,也没和丁长生打招呼,直接就开门出去了。 江主任,走这么急啊,我有事找你呢? 丁长生坏坏地朝着江天和的背影喊道, 好了好了,得了便宜还卖怪,找我什么事,坐。 陈东和丁长生那算是老相识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就连他的这个拼头江天和,丁长生都背着陈东调戏了好几次了,也不知道江天和有没有告诉陈东。 东哥,最近怎么样啊? 还行吧,你说的是哪方面? 陈东递了一支烟给丁长生,问道,丁长生没说话,挪了挪嘴,方向是江天和离去的方向,猥琐的表情让陈东很想抽他,但是这个人却给了他哥们般的感觉,一点都不让人讨厌。 属于那种你心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想和他分享的人,是男人之间的闺蜜之情。 哎,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啊,不行了。 陈东摇摇头笑道,呵呵,我看你啊,是虚了,没关系,我下次回去时给你带几瓶药酒来,保你喝了之后,雄风再起。 真的? 陈东眼睛一亮,问道,那当然,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而且江主任这样的,不是一般男人能喂得饱的,你要大补才行。 丁长生继续言语道,去去,滚你的吧,你来我这里肯定是有事,不要给我灌迷魂汤,说吧,什么事? 陈东看着丁长生一副很欠奏的样子,突然想起了那么一句话,无视献殷勤,非奸击道。 我说的是真的,好了,说个正事吧,我想问个案子的是,我听说要提起公诉了。 丁长生说道,你说的是谁啊,哪个案子? 陈东问道,火车站那个混混,马桥三,什么时候提起公诉? 丁长生问道,怎么问起他了,这个案子有点复杂,原以为他就是为阁湖把把风踩个点,但是到了公安局之后,把这些年干的坏事都料了,强奸,抢劫,拐卖儿童乞讨,最严重的是贩毒,所以,新湖区检察院将这个案子上报,给了事件。 陈东皱皱眉说道,是不是要重探?丁长生心里一阵激动,如果不是重探的情况下,很可能在本省监狱就能服行了。 他就是想通过关系运作,将马桥三弄到青海去,当然了,这一切都还是设想,而且怎么控制这个马桥三,他依然没有想好怎么办? 按照我们现在的量刑计算,至少也得是个无期吧,要不然也不会弄到事件来。 陈东说道,哦,谁在办这个案子?丁长生问道,怎么,你要给他说情,这不是你把人弄进来的吗? 陈东古怪地看了丁长生一眼问道,说情,我会为这个渣子说情。 别开玩笑了。丁长生说道,那你打听这个案子干什么? 我想见现他,有点别的事想问问他,方便吗?丁长生问道,方便,别说见见他了,你就是接到你们家过年都没问题,安磊办这个案子,我叫他过来。 谢谢东哥,对了,最近有没有向领导们汇报工作?丁长生问道,陈东很快给安磊打了个电话。 挂了电话看着丁长生说道,哎,你不在石书记身边了。 他那个秘书张和尘很难打交道,打电话也生硬得很,所以好久没见石书记了。 再说了,石书记年后也很忙,过段时间吧,到时候你给签个线呗。 嗯,其实吧,你这个工作范畴,石书记未必懂,不过,我觉得你倒是可以向近书记汇报汇报,尤其是在反贪污反独职方面。 他当了多年的纪委书记,我相信你们肯定有共同语言。 丁长生还没说完,安磊抱着一叠卷宗进来了。 陈简,你找我。 对,这是刘主任,你们都认识,不用我介绍了吧,刘主任想了解一下马乔三的案子。 你配合一下,他想要什么,你帮他找一下。 陈东被丁长生的话经得不清,要不是安磊进来,陈东还真是想好好问问丁长生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我知道了。 安磊乖巧地回答道,东哥,那就先这样吧,我和安磊去看看马乔三这个案子,改日找你喝酒。 哎,等等,话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 陈东站起来想要阻止丁长生,但是丁长生早就到了门外了。 我忙得很,改天再和你聊。 丁长生道。 丁长生走了之后,陈东的脑子就乱了,他是石爱国提起来的。 可以说龙海都知道他是石爱国这一系的人,而且现在正是石爱国如日中天的时候。 检察院,公安局,财政局,这些要害部门都是石爱国的势力范围,可以说底昆成在这一点上完全没有优势。 那么,作为同事石爱国这一系的中间人物丁长生,怎么会建议自己去向一个副书记汇报工作呢? 这到底是什么暗示?还是就是一句纯粹关于业务讨叹的建议? 这让陈东抽了半盒烟也没有想明白的问题,算是彻底将他难住了。 如果别人说这话,他肯定不当回事,但是说这话的是丁长生,是石爱国心腹中的心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虽然安磊没有什么官职,连妇科也不是,但是人家现在是检察院里的红人,而且业务水平也没得说,办了几个很较好的案子,所以他现在拥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 这点让检察院的很多人都很嫉妒,也在盛传安磊和陈东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检察院的人见了安磊一般都是客客气气,敬而远之。 混得不错嘛,还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看来陈检很照顾你啊。 丁长生自然不知道检察院里的事,他这么说,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刘主任,我很忙,你有什么事赶紧说,我明天还得开庭呢? 安磊本来脸色还不错,但是听到丁长生这么说,脸一下子黑了下来。 好吧,我想见见马乔三。 什么事?你现在不是司法人员了,这不符合规定。 安磊考虑都没考虑,就拒绝了他。 我知道,但是这个马乔三是我办的案子,有些事我还没弄清楚,所以我想见见他,问点事。 丁长生没想到安磊会不给他面子。 刘主任,我真的没办法帮你,这是规定,在案子没有结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见他。 除了律师和公检法人员,安磊并没有因为是陈东的面子而答应丁长生,而且这个丁长生很可恶。 自己迫于陈东的压力,好几次向这个家伙示好,都被这个家伙给推回来了。 这彻底激怒了安磊,这让他感觉自己是受大了侮辱。 再也不是开始时担心丁长生会潜规则他那样子了。 好吧,安检察官,你真是好样的,坚持原则,我就喜欢这样的,这是算我没说,再见。 丁长生见这小姑娘居然油盐不尽,也不再和他废话了,他想想去找刘振东算了。 开始时他认为,这个案子既然已经准备提起公诉了,就已经到了检察院阶段,不愿意再去麻烦刘振东了,但是现在看来,还真是不行。 听着房门咣当一声关上了,安磊心里猛然跳了一下,想着,自己这么做到底对不对? 按说这个案子,原来在公安局阶段就是丁长生负责的,他要见马乔三,应该不是为了给马乔三脱罪,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怎么就这么周呢? 他还没缓过神来,门又被推开了,这次进来的是姜天和。 你怎么让他走了? 我看着好像不大高兴似的。 姜天和进门问道,在检察院,安磊也只有姜天和这一个朋友了。 他要去看一个犯罪嫌疑人,我没让,就生气走了。 本来嘛,这不符合规定。 安磊不想承认自己错了,所以给自己找理由。 哎,你这个榆木脑袋啊,他虽然现在不在公安局了,但是现在公安局上去的那些人哪个不是,和他铁得很。 他要是想见谁,还用得找到你这里来。 再说了,陈俭是不是给你打了招呼了? 是啊,坏了,陈俭说让我配合他呢。 这下完了,怎么向陈俭交代啊? 你说他会不会到陈俭那里告我的状啊? 安磊这回才想起来,陈东吩咐他的事。 哎,你这个脑子啊,我真是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丁长生现在属于那种年少得志的人,眼界高得很,陈俭给你创造了多少好机会,你就是摸不开自己的面子,等着吧。 等人家磨得开面子的女孩把她搞到手了,你就是哭都没地方哭了。 江天和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伸手在安磊的眉头上点了点,恨恨地说道。 那,那怎么办? 安磊经江天和这么一说,也有点慌神了,说到底检察长陈东这么宠着自己,还不是想让自己和丁长生搭上关系,好让陈东和丁长生的关系更加地紧密。 但是现在,自己好像把事情搞砸了。 哎,你等着,我联系他,真是的,每次都是我给你擦屁股。 江天和说着,坐在了安磊对面,拿出了手机。 安磊咬了咬自己的嘴唇,赶紧起来给江天和倒了杯茶,恭恭敬敬地放在了江天和面前。 丁长生开着车,瞄了一眼想个不停的手机,一看居然是江天和打来的,心里想,这个娘们还真是大胆,今天看着陈东在,没去骚扰他,他居然敢来骚扰自己。 喂,江主任,罪过罪过,刚才忘了,去你那里请安了。 丁长生开玩笑道,哎哟,丁主任,你可不要这么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今晚可真的睡不着觉了。 江天和娇笑着说道,但是这话让在一旁的安磊吓了一跳。 江姐和这个姓丁的关系怎么这么好?难道他们还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关系吗? 你这是帮我呢,还是借着帮我的名义和丁长生调情呢? 丁长生本想在电话里调笑几句呢,但是想到刚才陈东和他在办公室里搞那些叽叽歪歪的事,这回说不定就在陈东的办公室呢。 虽然和陈东关系好,但是涉及到女人方面,男人之间都是有雄性基因的,好斗。 江姐,找我有事,我这开车呢? 哦,也没什么事,安磊刚才找我说把你得罪了,你今晚有时间吗? 我请你吃饭吧,安磊想向你道个歉。 江天和故意不看安磊的横眉冷对,直接就替他把这事定下来。 呵呵,江姐,你严重了,他没有得罪我,他是谁啊,满身正义的女检察官,我又不是什么公检法人员,和他接触的也不多,所以没什么得罪不得罪的。 算了,我今晚有事,改天我请你和陈简吧,就这样吧,我开车呢。 说完,丁长生就挂了电话,丝毫没给江天和面子。 开始的时候,江天和还没反应过来,直到电话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他才意识到对方竟然挂了他的电话。 怎么样? 安磊看着江天和一脸惊讶的表情问道。 安磊,你完了,他挂了我的电话,你知道他怎么说的你吗? 说你是满身正义的检察官,江天和把丁长生的话又重新给安磊念叨了一遍。 这下安磊也慌了神了,他和江天和都很明白陈东是怎么冲出重围,当上这个检察长的。 平时那是和丁长生铁的不能再铁的关系,而且还曾经让江天和陪着丁长生跳舞,让丁长生这个混蛋占足了便宜。 这要是让陈东知道自己得罪了他,陈东还不得拿自己开刀啊。 想到这里,安磊一点脾气都没了,像是双打了的茄子一样瘫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哎,算了,你不要管了,我再联系他吧,你呀,真是让我操不完的心。 江天和拿起手机出了门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心里想,这是千万不能和陈东说,否则的话安磊肯定是癌讯。 东的脾气没人比他更清楚,而且也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这件事要悄悄地消化在丁长生这里,不然的话,陈东迟早会知道的。 之所以到现在,陈东都没发飙,丁长生这是留着余地呢。 刘震东没想到丁长生会来找他,因为这位丁局长离开公安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可能是为了避嫌吧。 丁局,今天怎么这么有时间啊?我想你陪我去见个人,马乔三,需要办手续吗? 可,办什么手续呀,现在走吗? 刘震东愣都没愣,直接钻进了丁长生的车,这让丁长生颇为感慨,还是老兄弟能办点事。 最近局里怎么样?丁长生问道,哎,不怎么样,林志生不是当了纪委书记了吗? 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不是找这个谈话,就是调查那个的。 反正局里的意见很大,干警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波动。 大家都很怀念你在的那个时候,实实在在是为了办案子。 现在吗?哎,算了,不说了,一说起来就有气。 刘震东很不满地发牢骚道。 是吗?以前林志生这个人很老实的,怎么最近开始诈刺了,蓝政委不管吗? 丁长生说的是公安局的政委蓝小山。 他也想管,但是局里那么多事,周鸿旗局长又走了。 再说了,林志生的调查还没怎么过火,他也不好说什么。 嗯,你不要管哪些事,你只管把你的案子都做好就行,不要给人家留下把柄。 这一点最重要,多和蓝政委,还有唐局长联络一下。 对了,钻石零点的案子,怎么样了? 丁长生一直都在关注赵刚的钻石零点毒品案,刘冠军既然这么说,湖州的地下毒品市场就肯定存在这么一张网,只是现在不能确定这张网牵在谁的手里。 我已经找了线人,暂时还没什么消息,这需要时间,毒品这个东西,不是熟人打不进去,慢慢混熟了才行。 刘震东说道,嗯,要小心,涉毒的人都是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你先要保住自己,不要像雷震那样,明白我的意思吗? 谢谢丁局,我明白。 刘震东一直拿丁长生还是自己的局长,虽然和这个丁局共事时间不长,但是丁长生给他的影响是深入到骨子里的,所以到现在还是一直称呼丁长生为丁局。 这也是一种表示,表示我曾是你的旧部,是你的亲信,就像是蒋介石最喜欢人家叫他校长一样。 两人开车到了看守所,因为刘震东的关系,在门口也没有检查,直接就进去了。 现在这里还是这么松懈。 对了,刘冠军的案子怎么样了? 丁长生突然想起来问道,好像也到了检察院,但是我听说刘承安找了省检的关系,最后怎么办还不知道呢? 反正好像检察院已经得到指示了,想把这个案子压一压,冷一冷再说。 刘震东说道,靠,刘承安的手还真是长,是刘承安找的关系,还是蒋海洋找的关系? 丁长生问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好像能量挺大,这是好像唐局知道,这才把案子移交给市局的。 丁局,我们上了当了。 刘震东笑笑说道,唐天和这个老狐狸,哪天见了他我饶不了他。 丁长生也是颇为无奈,一来自己现在已经不在市局了,再插手市局的案子也不合适,这也是他不想到市局找人来看守所的原因。 免得被人家说离开了还伸手,这样影响不好。 按说以丁长生在市局混的这段时间,找谁谁都不好意思拒绝,但是,这会让市局的现任领导对他找的人有看法,所以,能不麻烦市局的人,就不麻烦。 可是今天被安磊这个小辣椒接接实实地砸了一个大钉子,丁长生没办法才找刘震东的。 丁菊,你先等会,我去找人提马乔三出来。 刘震东将丁长生领到了会见市。 不,不见马乔三了,我见后二,提后二吧。 后二?后二可不知道什么事吧? 刘震东疑惑道。 我就是问问后二关于马乔三的事,所以,你还是先把后二给我提出来吧。 丁长生说完,坐在椅子上点了一支烟,刘震东点点头没说话出去了。 后二是丁长生亲自抓到的,对丁长生那是恨得透透的,但是人家是官,自己是贼。 所以虽然心里恨得牙痒痒,但是见了丁长生,依然是低眉顺眼,不敢有一点诈刺。 丁菊,我去外面抽支烟,问完了叫我一声。 看到后二被带了进来,隔着铁栅栏坐在了大铁椅子上,刘震东很有眼色地躲了出去。 他明白,既然丁长生偷偷找他来提后二,肯定是一些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 自己要是这点,眼色都没有,也别再事局混了。 丁长生点点头,没说话,抽出一支烟,点然后,隔着铁栅栏递给了后二,后二眼前一亮,急忙伸手接了过去, 美美地抽了一口又一口,直到半根烟都没了,这才透过烟雾看了丁长生一眼。 丁局长,找我出来,不会是就为了给我支烟吧,我回去还得干活呢? 要是我们这一组干不完,都没饭吃,晚上他们肯定揍我。 丁长生点点头,又点了一支烟,然后递给后二。 在里面见过马乔三吗?丁长生面无表情地问道。 见过,放风的时候,他的罪重,所以不和我们关在一起,没说过话。 后二享受着香烟带来的刺激,一边回答着丁长生的话,他想尽快地抽烟,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多抽点,反正在这里抽烟警察不管,回去可就不一样了。 再说了,拿回去多少支烟都不够分的?你也知道他的罪重,那你的呢?丁长生笑笑问道。 我?丁局,我就是一个小混混,你和法官说说,把我放了算了,我也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我?我?我实在是冤啊!冤?后二,你白天在火车站管着那些小孩掏包,晚上都干什么去?丁长生面无表情地问道。 晚上?晚上我睡觉啊!后二心里一凉,自己这是从来没有失过手,这位丁局长怎么会知道? 想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我看过马乔三的口供,他说,你晚上就去爬楼,虽然没失过手,但是不代表我们查不到你的偷盗记录,若是盗窃,同样也是重罪。 怎么样?我说得够清楚吗?不是,不可能,我没干过,你们要是有证据,丁局,你还用在这里和我唠嗑吗?早把我弄到众号里去了。 后二也不是傻瓜,丁长生的话虽然只是试探,但是后二并没有上当。 后二,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个词叫交易吗?后二,如果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可以保证你会判个缓刑,这个条件怎么样? 丁长生身体前倾,死死盯着后二道。 后二听到丁长生如此说,眼睛都直了,可是他不知道丁长生想要什么,自己能不能办得到。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此时恨不得自己有上天入地的本事,能帮上丁长生。 要不然,自己怎么可能会判缓刑呢? 没在看守所待过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有多黑,小一点的号,有十多个人,大一点的,可能几十个人。 第一天进号的人要被这些人打,一人一巴掌打在脸上。 人的整个脸都被打肿不说,前几天肿得根本看不见路,走路要用手掰开眼皮,才能看得到前面是什么。 所以,这里充满了阴谋和告密,恨不得立刻立功出去,但这又是不可能的。 所以,丁长生给了后二这么一个机会,后二怎么会不动心? 丁菊,你想知道什么事?里面的还是外面的? 后二的身体也前倾,他想离得丁长生近一点,再近一点,仿佛这样才能保证听得更加清楚似的。 我想知道马乔三的软肋在哪里? 什么才是他的七寸? 丁长生问道。 丁菊,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后二一听这话,心凉了半截,他所知道的关于马乔三的事情都交代了无数遍了。 但是像丁长生这么问的,还是头一个,而且关于马乔三的一些其他的事,他还真的有没交代的。 后二,以你目前交代的事情,我相信判个三五年应该没问题, 但是如果我帮你找个好律师,再加上我的关系,判三还五不是不可能。 可是,如果你是这种态度的话,那你就等着过几年再出来吧。 我打听了,你们这一批很可能会去挖煤,祝贺你了,至少等你出来的时候会比较白。 丁长生笑得贼兮兮的,但是看在后二眼里却像是魔鬼一样。 走了,出来的时候记得通知我一声,帮你接风。 见后二不支声,丁长生也懒得和他再继续耗下去。 丁菊,等一等,我知道一个情况,不知道有没有用。 后二颤声道,不好意思,给大家带来的阅读障碍,这样的修改可能还不少。 哎,辛苦你们的眼睛了,和脑细胞了。 什么?你说? 丁长生又重新坐回了座位。 马哥? 不,马乔三包养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儿,马乔三很喜欢那孩子。 我见过一次,那女人长得也不错。 他们现在住哪里? 丁长生一听这话,觉得自己的计划可能真的能成了。 住玉府院小区,好像是十七号楼,具体哪个单元我不记得了。 现在在湖州吗? 丁长生一听,居然是玉府院,看来那个地方真是一个包二奶的好地方。 郑小爱住那里给蒋文山当二奶,现在马乔三居然也在那里包养女人。 这个我不知道,马乔三春节时去海南过节了,是不是和那个女人一起去的? 我不知道。 那个女人回没回来,我也不知道。 怎么才能联系上那个女人? 她叫什么名字? 丁局,我真的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我只听马乔三打电话时叫过文娜,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后二眼巴巴地看着丁长生,真心希望这消息可以让他动心,那么自己可能很快就能出去了。 好了,你先等着吧,我要验证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你要是敢骗我,只怕你连派出所都出不去了。 丁长生虽然话说得很轻,但是语气里好像都带着冰茶子, 这让本来就穿得不多的厚二,不由地从外面凉到里面了。 丁长生心里有事,所以谢绝了刘震东请他吃饭的邀请,开着车将刘震东送到了市局门口, 接着就去胡天一色去见谢氏妇女了,中午喝得不少,也不知道谢九龄醒过来没有。 他很明白石爱国的困境,也知道近来思南下很活跃,虽然没有和底昆成合成一股绳, 但是长期下去,思南下的势力势必会大增。 虽然思南下也是安如山安插在湖州的一个备用棋子, 可是从思南下和底昆成在某些市上的配合来看, 思南下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也是底昆成恼火的原因。 很明显,自从思南下抽棱子将林春小捧到开发区工委书记的位置上起, 他就开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了,如果石爱国还有点优势的话, 这点优势就是他比思南下和底昆成更了解湖州罢了, 但是既然你石爱国是湖州的老领导了, 你更应该在接下来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一个班长应有的作用。 罗明江肯定不会给石爱国太多的时间, 实际上在湖州的每一派都不会给石爱国留太多时间, 蒋文山时代是高压政策,导致湖州的干部对蒋文山唯唯诺诺, 那么石爱国时代就是战国时代, 都想将湖州的政局搅乱,从中奋一杯羹。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个人是不希望湖州乱的, 当然也不希望石爱国有任何的闪失。 那就是丁长生,所以他东奔西突, 就是想给石爱国加点分, 使石爱国能在湖州一把手的位置上多待一天是一天, 因为石爱国就是他的命运掌控者。 虽然丁长生不想任何人掌控自己的命运, 但是生而为人,怎么可能呢? 虽然他还年轻, 但是却老练成精, 知道自己的屁股该坐在哪个板凳上。 自从坐上石爱国这边的板凳, 没有一天不是岌岌可危, 但是可能正是这种原因。 石爱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也给了他足够的空间和舞台。 不是一路人, 怎么超近路都没有用, 但是丁长生觉得自己和石爱国是一路人。 所以,在石爱国这条路上, 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下去, 直到无路可走。 在车里吸了一支烟, 终于下了车, 一车厢的烟都被他吸掉了。 外面的空气已经不是那么冷冽, 依稀有了春的气息, 丁长生本来想张开双臂大喝一声。 呼出自己胸中的闷气时, 一辆冰利幕上开进了停车场, 就在他疑惑着这是哪个爆发护士, 那辆车居然飙忽忽地朝他到了过来, 紧挨着他的路虎停下了。 还没等丁长生回过神来, 蒋海洋已经推开车门下了车, 而且,嘴里还叼着一根雪架, 副驾上推门出来一个女学生一样的女孩, 年纪不大, 也就是初中生的样子, 脸上还带着一丝怯怯的神色。 丁局长, 哦, 不对, 是丁主任, 怎么, 像你们这些当官的也赶到这种地方来啊, 不怕被举报。 蒋海洋嚣张地将女孩搂在了怀里, 看着丁长生道。 丁长生懒得和这样的人啰嗦, 一声不吭地转身走了, 蒋海洋本还想再说什么时, 想起在省城时这家伙的狠辣手段, 以及隔虎的死, 都给他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蒋海洋也没跟着丁长生, 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倒是丁长生回头看了一眼那女孩, 看起来不像是被骗来的女孩子, 可是这个女孩明显未成年, 蒋海洋这家伙太嚣张了, 居然敢对未成年女孩下手, 想到这里, 不由地微微笑了一下, 蒋海洋, 我看你还能蹦大几天。 丁长生敲门进去时, 谢赫阳正在看电脑上看报表, 看得一脸愁容, 眉头皱得紧紧的, 形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疙瘩。 怎么了这事, 女人不能皱眉, 皱眉就会变老的。 丁长生说道, 哎, 骨架今天又跌了, 再这样下去, 怕是离摘牌不远了。 谢赫阳将平板电脑扔在床上, 自己一屁股坐上去, 盘着腿坐在了洁白的床单上, 光着的脚几乎和床单不分彼此, 看得丁长生眼睛都直了。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的眼挖出来。 谢赫阳用字认为罪恶狠狠的表情, 恐吓丁长生道, 哪知道丁长生就是一个无赖, 别说给他三分颜色就能开染房了, 借点颜色都能开染房, 更何况谢赫阳的颜色是那么的够人。 嗯, 对了, 让我检查一下你的脚好了没有, 这是伤筋动骨的事, 可马虎不得。 说着, 丁长生一把抓住了谢赫阳的一只眉角, 攥进了手里, 不轻不重地按摩起来, 白白嫩嫩, 白皙的连血管都看得清清楚楚, 丁长生握在手里都不敢用很大的劲, 生怕弄破了他。 你, 放开, 杨啊, 放开, 杨, 杨死了。 谢赫阳猝不及防, 一下子躺在了床上, 任由丁长生这家伙把住一双眉角, 肆意轻薄起来。 谢九岭正在隔壁睡觉,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过来, 因为这是别墅套间, 所以丁长生也不敢很过分, 在谢赫阳就要大声叫唤时, 适时松了手, 就这样。 谢赫阳倒在床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饱满得苏兄起伏不定, 多亏了丁长生现在的定力不错, 否则还真是说不好会发生什么事。 好了, 不闹了, 说点正经事。 丁长生退后一步, 坐在椅子上说道, 就你, 还有正经事, 趁人之危, 小人一个。 谢赫阳好容易坐起来, 用手捋了一下自己额前散落的头发。 我说的是真的, 如果我能帮你找到投资, 你们能不能考虑在湖州建厂? 你说真的? 磐石投资。 谢赫阳一听这话也来了精神, 问道, 不一定是磐石投资, 但是我如果能帮你找钱来, 你们和他们合作, 能不能在湖州建厂? 我要一个准化。 这个吗? 还得我爸爸做主, 我当不了家。 谢赫阳歪着头思索了一下说道, 眼下钢铁行业不景气, 这是明摆着的事, 各家都在想着转型, 但是相对于国企来说, 民企最大的优势就是好掉头, 如果你们把握不住这个优势, 那么等国企回过神来, 民企还是没有优势, 从这几年的钢铁危机中也能看出来, 国企后面有国家撑着, 银行也能给贷款, 但是民企呢? 对吧, 你们好好考虑下。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刚刚说完, 就听见隔壁有动静, 谢赫阳赶紧穿上鞋出去了, 丁长生也跟了出去, 推开隔壁的门, 正好看到谢九龄坐起来 要拿桌子上的水杯喝水。 哎哟, 爸, 不让你喝这么多, 你偏喝, 难受吧? 谢赫阳摆了丁长生一眼, 赶紧去服侍谢九龄喝水。 谢九龄美美地喝了一大杯子水, 看到丁长生也在, 笑了笑, 长生, 你要是忙, 就去忙吧, 不用陪着我这个老头子。 那不行, 这是石书记下的死命令, 你现在是湖州的贵宾, 我必须二十四小时待命陪着你, 有什么需要, 您尽管说。 丁长生笑嘻嘻地说道, 心想, 要不是看着谢赫阳在这里, 我才不会这么上赶着陪你呢。 替我谢谢石书记, 他是个好官, 哎, 湖州虽然不错,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力不从心啊。 谢九龄这话, 算是透露了一个意思, 那就是他很想到湖州来投资, 但是现在没钱, 钢铁行业不景气, 股市低迷, 这些因素合在一起, 真是够这位曾经的中南省首富喝一壶的。 老爷子, 你也不好悲观, 我刚才还和谢姐说呢, 您起的优势在于好掉头, 如果能及时转变现在的发展模式, 说不定会有好转。 嗯, 你说得不错, 问题是, 现在谢氏钢铁连转身的力气都没了。 谢九龄这话有点过了, 丁长生急于求成, 这被谢九龄看在眼里, 不单单是丁长生, 包括石爱国, 都是急于打个翻身仗, 开个好头, 所以, 这正是谢九龄要利用的地方。 丁长生当然不懂这些弯弯绕, 说到底还是太年轻, 沉不住气, 谢九龄是他请来的。 石爱国也很看好谢九龄, 所以, 成与不成丁长生都得号在这里陪着他。 夜幕降临, 丁长生陪着谢氏妇女, 徜徉在胡天仪色度驾村的小路上, 谢九龄是真喜欢这个地方。 长生, 我听说你给仲华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 本来话说得好好的, 但是谢九龄突然间抛出这么一个话题, 让丁长生大吃一惊, 而谢赫阳更是露出了恼怒的神色。 老爷子, 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事了? 丁长生善善道, 那你觉得仲华这个人怎么样? 呃, 我不太会评价人, 但是我觉得老爷子是英明睿智的。 我, 丁长生平时挺能说的, 但是这会发现自己, 无论怎么想组织语言, 都显得很匮乏, 尤其是看着谢九龄那深邃的目光, 他也没胆量再继续无赖下去。 有时候, 有些人, 不得不得罪, 有时候, 有些话, 不得不说透。 老爷子, 我知道, 仲华把谢姐伤得不轻, 但是你要是让我评价他, 我觉得他还是个汉子, 至少敢作敢当, 而且他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我相信, 如果他不开谢姐, 凭借他家和谢家的关系, 至少也该是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了吧。 所以, 一开始, 我并不同意他和杨阳的亲事, 是中风杨那个老家伙, 死其白赖的, 要和我结亲家。 谁知道半路会出现这样的事, 长生, 你看到这场联姻的结局了吗? 结局? 不是早就结束了吗? 谢姐, 你不会是还在等着仲华吧? 丁长生不幸地看着谢赫阳道, 滚一边去, 等那个混蛋, 我有毛病啊我。 虽然, 中间隔着一个谢九岭, 谢赫阳还是毫不犹豫地给了丁长生一脚, 而他明明可以躲得开, 但是根本没有躲, 让谢赫阳尖尖的高跟鞋踢在了自己的屁股上, 他感觉着力点离自己的尾巴根没有多远了, 这女人还是这么心狠手辣。 谢九岭看着身边的丁长生和自己女儿打打闹闹的, 微微一笑, 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老爷子, 你刚才说了一半, 我没听懂啊, 难道谢姐的婚事还没完啊? 小丁, 你这个人吧, 有时候聪明, 有时候又糊涂, 难得呀, 这不像是你这个年纪该有的表现, 所以, 我说你是个聪明人, 如果方便的话, 替我约一下仲华, 我想见见她。 谢九岭道。 少了。 东西 贡 perspective 现在